第17章里面的那个范例里面有个叫GPS2的程式范例 那这个程式范例里面 第二个其实就是使用什么 使用那个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个 就是所谓的My Location Overlay 去取得什么呢 取得现在的位置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稍微比较简单一些些 首先的话 这个GPS2的范例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我想画面上都一样 就是你只是说上面布局一个Google Map的地图 然后这个API Key要把它输入上去 那当然Clipable也要是True OK那再来画面 其实画面上长得就像这样 就是跟我们刚刚的那个基本题一样 然后我把它Run起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预设是用那个卫星地图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它能够侦测到 比如说我GPS 假如说你真的把它装在你的手机上面 它可以随时跟着那个GPS去移动的话 那我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一样我把那个DDMS部分给它 然后给它一个坐标 Send过去之后的话 那表示我GPS已经改变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是那个三重分效 OK那你会发现 就会直接在这里 而且这边的话 也会自动显示出来 它现在的位置 就是My Location Overlay 那实际上My Location Overlay 你会发现 应该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会有一个图层 这个图层就是一个标记 就这个东西 也就它告诉你说 我侦测到了你的位置 而且我在那边点一个 给你一个什么呢 一个记号在那里 告诉你 我已经找到你的位置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地方 这个城市实做出来 首先的话 我把那个重点提示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是上学期 我们有讲到 不过好像最后 在板桥 板桥那边有讲到 那个我们这边 好像只有讲到 Google Map的头 后面这一题好像没讲 没有讲到 在板桥好像不知道 好像板桥那边 好像有讲到 因为我这边有图嘛 我会把它截图出来 那重点在哪里 基本上呢 各位如果要实做这个的话 请各位 第一个也是一样 产生一个GPS2的一个专案 然后呢 前面面的部分是一样的 OK 然后呢